一则关于陕西省某贫困县党校暗藏豪华KTV的消息 在微博曝光之后是引发民众的愤怒 大家纷纷质问这是谁的福利 那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当局迅速回应说 党校为了盘活闲置资产 将闲置房屋对外承包 KTV是由承包商出资改造的和党校无关 但是官方的这一解释依然没有能够平息民愤 质疑的声浪反倒是越发的高涨 11月4号晚 微博认证为陕西农村报记者的腾讯网友毛伟发文说 陕西汉中市留霸县委党校大门外没有任何标志 但办公楼二层却暗藏一家装修豪华的KTV 每个包间最大能容纳十几人 微博质疑 这家KTV是供什么人娱乐的 开在党校的KTV合适吗 这一爆料迅速被网民和媒体人大量转发 网络上出现了对当局一面倒的谴责和怒骂 有网友质问 之前刘霸县小学京县豪华宾馆 据说是县委书记指示的 不知这党校内豪华KTV又是谁指示的 一名新浪手机用户做师讽刺 葡萄美酒夜光杯 醉了还有KTV 晚了抱着美人归 当官弄权又弄钱 东窗市发海外飞 面对众怒 中共刘霸县委宣传部 11月5号立即做出回应说 党校为了盘活闲置资产 部分闲置房屋已经对外承包 由承包商出资改造 开办农家乐休闲服务 附设的三间KTV练歌房 正照齐全 对于官方的解释 民众斥责 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以为群众和你们智商一样低吗 有人讥讽党校 对外承包 对内经营 一名当地民众在百度贴吧说 这个党校KTV大部分当地人都知道内幕 对于谁开的和官场有什么交际 大家都应该心知肚明 新浪网民唐贤星指出 宣传部在说假话 却暴露一个事实 很多公家单位的资产是闲置的 超标准甚至没标准的配置资产 几乎是普遍现象 对此 网民也纷纷发帖 对类似现象进行吐槽和爆料 例如 陕西某供电公司办公楼内设按摩房 麻将房 甘肃某某党校内设有健身房 江苏徐州某县政府办公室配有双人床 某党校开设酒店宾馆等等 此外 对于刘霸县委所说的KTV证兆齐全 媒体也有不同说法 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了解到 这家KTV既没有工商营业执照 也没有文化经营许可证 甚至连消防安全都没有通过验收 却安然无恙的无照经营了一年多 刘霸县委党校在回应中还说 农家乐具现成1.5公里 周围住户稀少 只在晚上营业 对党校教学办公不造成任何影响 对此 距离刘霸县委党校不到50米的 刘霸县物资总公司员工 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此外 记者采访当地居民了解到 由于党校的KTV地处偏僻 市民只是听说党校内有一家KTV 却没有人去消费过 那么这家KTV的生意靠什么来维持下去呢 从谷歌地图可以看出 刘霸县委党校建在国道旁 距离较近的建筑并不是居民区 而是县政府 低税局 法院 公安局 环保局 中纪委等党政机关 党校内的KTV为谁服务 不言而喻 对此 网民作诗形容 中纪杀吃喝不良之风 从五星刮到农家乐 党校里歌声嘹亮 唱着高歌 吃喝玩乐 不说廉政 蛇鼠一窝 我道歉